我現在蓋房子 說要得到你同意 拜託你同意一下 他說50萬拿來 所以各位 現在蓋賬怎麼這麼貴呢 報告法官 我要跟他要遞租 所以我要跟他要求不當得利 相當於租金的不當什麼 得利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要來講的部分 就是我們私社道路 我們來看 就是說有一個社區 那這個路 這個都是透天的一間一間這樣子進來 那如果是這個透天的 這裡是馬路 當初是整個建商在蓋房子的時候是一個基地 他當初會開出土地使用同意書 不管是土地是個人的還是公司的 開出土地使用同意書的以後 就在上面規劃 那就是有一定的容積跟建幣 那就會留一些空地 那麼這個馬路也是成為整個建築基地的一部分 所以這種情形的時候我們說 他都是有的留下的空地就是法定空地 那麼各位這個道路也是變成 你要蓋房子的時候他有逃生等等 所以是這個建築 建造執照裡面你所規劃的道路 那麼在一般的情形底下 這個在早期的時候 如果我們把這個道路還有這些土地 都分配給消費者成購戶的話 成購戶有的會不高興 所以通常這個施設的這個路就會留在建商的 就是留在這個個人的底下 那麼到後期的時候 這一條路可能就是讓大家去持分掉它 所以這一條路就會變成是共有 或是他們的每一個人的土地就會跑到路的一部分來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情形底下就會造成很多的一個問題 這個土地留在建商個人的名下 那事後如果這個土地被拍賣了 或是被人家買走的時候 那麼這個情形的話會產生新的所有權人 他不願意去讓這個社區的人走 所以像這樣的糾紛在我們實務上是很多的 所以我們第一個問題來看 這一種施設的道路它產生的糾紛 第一如果是像這樣的一個情形的話 我買一個空地要來蓋房子 結果這個賈買了以後 他就來申請建造給 結果這個土地竟然還留在什麼 當初建商個人的名下 那麼請問各位這是不是路 這個可能就是社區的道路等等 所以各位我們建管單位說 不行你的地沒有臨建築線 所以你不能夠指定建築線 你不能蓋 結果我們就講說為什麼不能蓋 現在我這裡面是有路的 我路可以通 所以我建築線要指定在我面前的馬路 而且它搞不好還有邊向 對不起 這一個情形 因為這個地是屬於個人的 它並不是計畫道路 也不是計程道路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個建築線 你的土地 必須要通過這一條施設的路 才能夠跟外面的計畫道路 或是計程道路相連接 所以建築線要指在這個位置 不可以指在你這一塊地的面前 私有巷道上面 所以這個施設道路上面 就會變成 你沒有臨建築線是不能蓋的 那各位這種情形的時候 除非你得到土地所有權人的同意 那這個如果你得不到土地所有權人的同意 蓋不出土地使用同意書 那對不起 這個地方你只不出來建築線 所以是不能蓋的 那各位不能蓋的話 你的買賣契約可能就要去解除 或是無效 那麼這個會衍生出後來的買賣糾紛 但是如果你的合約裡面沒有寫的話 將來就會產生 變成你能不能解約 那就是個問題了 所以這一個地方要注意 各位 那麼如果說這一條施設巷道是很多人共有 那這個就要每一個人都要能夠蓋章 然後變成每一個人都要蓋章 同意你經過 如果有一個人不蓋章 那你就沒辦法通過 所以各位我們要非常小心 買這種社區型的一塊空地 你要去蓋的時候 要得到這麼多人同意 或是要得到地主同意 所以我們高雄就有一個案子 是在我們湖內 那麼它叫某一個大鎮 那各位這個大鎮的時候 它是好大好大一個社區 那麼這個路這樣子進去 那整個大片的社區裡面 它都是都有路 而且這個路有路名街名 這裡面這個路有郵局有銀行 各式各樣的公共設施都有 所以我們怎麼去看 都覺得說這個地方就是跟一般的路 是沒有兩樣的 所以看來我們就有很多人在這裡 甚至於建商在這裡買了個地 買了地以後他想要去蓋房子 哪支各位這整個社區的路 都還留在詩人的名下 結果它這些地的時候 要來連通到我們外面的社區 必須都要經過詩人的土地 這個詩人的土地它都要蓋章 結果我們跑去跟那個監管處說 這不是都有路名有門牌嗎 有街道名嗎 怎麼是還要得到它蓋章呢 他說不行這當初是整塊基地 所以它是基地裡面的私設道路 所以它的所有權還是在這個道路 這個所有權還是在詩人底下 那麼你的土地必須經過詩人的土地 才能夠臨接公路 因此你沒有臨建築線 必須要得到他們的同意 各位我們就砰砰砰 回去找那個詩人的部分 結果詩人跟他講說 你要從我這邊經過沒問題啊 蓋一個張五十萬 而且我只蓋一戶就五十萬 那我要蓋一棟大樓呢 他說以戶來算 哇靠 各位這個東西的話 你他這個人留著這個路 蓋一個張五十萬 他逛這個社區的話以後 這些空地全部被這個人綁死 他不用賣地 他只要蓋張五十萬開土地 使用同意書就已經賺爆了 所以各位像這種情形的時候 我們好多人就吊在這個社區裡面 像這種事情的話 各位你不要以為這個社區有空地 而且那麼好 你要買個地想要在那裡蓋 我跟你講 這個你要得到土地使用同意書 才能夠蓋 你有時候買到這一塊地 你就在這裡種草 所以對於一個建築不了解的時候 你就會卡住了 各位那麼第二個呢 如果我呢 不要買空地 我在這裡買一戶舊屋 那麼呢 我要來這樣子蓋的時候呢 各位我們現在就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們有一個人他就買了那個舊屋 然後他就要把它拆掉 然後他呢 要重建 各位 那這種情形的時候 拆除重建 結果他要去申請建造的時候呢 他當初呢 以為是 那個去申請的時候 他監管單位認為他是空地 所以呢 他就 認為監管單位就說 你要經過私人的同意啊 才會臨建出現啊 那你如果沒有經過私人的同意 所以他就把他駁回 那後來他來找我 你我就調他舊 舊以前的藤本 我說 這以前是有舊的房子 那麼你把它拆掉要重建 那在當時的時候呢 這個已經有 淋這個路了呢 失色路 這個是舊有的房子 那這樣怎麼不能蓋呢 以前啊 確實他認為說 你要用人家的土地 還是要得到人家的同意 但是呢 各位我後來呢 我去查他的舊藤本 還有查空造圖 我發現他原來有舊屋 那如果舊屋 當時已經是合法的建物 有建造執照 後來又有使用執照 那麼你拆除的話 只要你能夠舉出 我以前有建造 也有死造 而且一定要達到死造哦 表示你是合法的建物 那麼各位呢 這個在我們 各縣市的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裡面 有特別去開放 說如果你這個舊屋呢 是要增建 改建 或是拆除 重建 這樣子的話 他特別放寬給你說 這個時候 雖然你還是要經過別人的 失色道路 但在早期的時候 你又有合法的舊屋 可以經過別人的路去走了 那因此這一種情形 特別通融你 可以申請建造 所以他就可以蓋起來了 那各位呢 我們最近呢 也有一個客戶 他就從新竹 他整個社區呢 他買了以後 結果 舊房子 他要去申請 結果呢 被人家買走了 或是被拍賣了 已經跑到別人的名下去了 這個時候 他說你不能蓋 你要得到他的同意 結果呢各位 一樣啊 他說跑去找那個人說 我現在蓋房子 說要得到你同意 他說五十萬拿來 所以各位 現在蓋張怎麼這麼貴呢 所以 各位 結果他跑來找我 跟他分析一下 發現說 不會啊 你以前是九屋 所以你可以用 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這個規定 所以你是增建改建 拆除合法建物 拆除重建 你可以申請合法建造 也可以指定原來的建築線 所以各位呢 像這樣子 老師一說你們就知道了 如果是社區型的 你要是買舊屋 拆掉來重建 還是買空地來新建 當然就要買什麼 買舊屋拆除重建 你才能活過來 你買空地去新建 你就屌屌 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這個地方的時候 失色路呢 會產生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各位呢 我們要了解 第一個 這個失色路的 失色路土地的買賣呢 是非常危險的 這個失色道路 這一種 你要買這個地的情況 是不一樣的 各位 第二個 老師現在要來講的 我們就是說 這個失色路 我可不可以買一塊空地 然後呢 這裡你發現這個失色路是共有的 那假設是說呢 有20個人共有 你就買個二十分之一 再加上那一塊那一塊路 那麼買了以後呢 你說我是路的共有人 那這樣我就可以 就可以通了嗎 我就可以 來申請建造嗎 各位不行喔 如果這個失色路的共有 不可以只買二十分之一 或是幾分之幾呢 像計畫道路 它沒有征收 它是共有的 結果你買個二十分之一 或買個十分之一 就把道路給開了 這個是很多建商都做這種事情 他們認為說 我也是所有權人 我還幫你開路咧 各位 因為你路開了 政府不會征收 所以你沒有得到大家的同意 就把路開了 然後供給你旁邊再蓋房子 各位 這個地方在行事的時候 就構成竊账罪 在民事的時候 它可以告你回復原狀 可是各位 這樣子一開下去的時候 這個房子都蓋好了 這個就要變成說 你獲取巨大利益 導致我共有人受到巨大損害 這種情形的時候 其實是早期很多建商 根本毫無法律觀念 然後就沒有經過大家的同意 給人家這樣做 那各位像這種情形 如果還有的話 現在的人都會出來擋 所以因此在這裡的處理上 這一種情形應該要做什麼 各位至少要得到民法八百二十條 用多數決 就是人數跟持分都大於二分之一 這個土地是出租管理 土地法三十四條之一 用多數決 然後取得地益權的設定 取得地益權的設定 你才可以利用多數決 來說 我有多數決來管理 那麼我可以使用這塊地 這個施設的道路 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這一個情形 那第三呢 在施設道路上 既然它還是施人的名字 它還是施人的所有權 那只是呢 它因為它是建築的一個基地 當初是要留設出來 供道路使用才可能花建造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叫做什麼 就是你的私有土地 當初呢 提供出來開具土地使用同意書 然後呢 讓人家作為建築的基地 那這個建築的基地在規劃的時候呢 它必須有道路 所以這個道路呢 是屬於建造執造的一部分 所以各位呢 這個建造執造的一部分 它就變成建造執造是一個行政處分 那你的私有土地呢 開始富有 可要提供給人家蓋房子的 富有一個工法上的負擔 各位這個叫做私有土地 富有工法上的負擔 因此你這個土地一賣掉的時候 這個土地上還是掛有建造執造 那麼上面的房屋呢 它才會變成使用執造 所以各位呢 以前為什麼我們在買地的時候 要連同建造一起賣掉 你因為土地上已經富有工法上的負擔 如果這一塊私設道路還在私人名下 但是已經供給社區的人在使用 你的土地提供給假社區 一到一百人在使用了 但是因為它呢 沒有過戶給社區的所有人去分擔 那麼這塊土地後來給丙拿走了 這時候丙可不可以跑出來說 我不讓你們走 要收過路費 對這個在我們高雄的觀音山 就有一個社區 那它當時蓋這個社區的時候 這一些房子都已經土地 房子座落土地都已經過戶給這些社區的住戶了 那麼但是它整個社區的這個道路呢 都留在私人的名下 留在那個建商私人的名下 那麼後來這個建商倒掉了以後呢 這個土地被拿出來拍賣 被資產管理公司拿走了 變成這個部分被資產管理公司拿到這個土地 結果資產管理公司呢 就把路擋起來 說每一個社區呢 要的人要經過我的土地才能到你家 所以他要收過路費 那當時呢我在當法官的時候 我就講說 哇塞 你去買這塊土地的時候 當時你就知道 這是整塊社區的路 雖然它的權狀是私人 但是你把它調出來 這一塊私人名下的土地 它當時是整個社區的建築基地呢 所以它是附有一個 供給這整個社區通行的部分 你當初已經開出土地使用統一書 附有工法上負擔 你現在怎麼可以擋人家要收購路費呢 所以我判決說 它雖然事後取得土地的所有權 所以它不可以去擋人家 仍然要供給這個社區內做通行使用 不可以收購路費 所以就判他敗訴了 那這個是我從建築法上 用行政處分上來解決的 那各位呢 事情的發展又有戲劇化的變化 他被我判輸了以後呢 他又跑出來講什麼 講說 好啦 那我當時的這個地呢 只是供給大家規劃的時候做通行 可是現在的住戶呢 他不但不是只有通行啊 他在他家門口呢 把違建外推 把我這個私有的陸地呢 給我蓋違建 然後呢 自己還外推 蓋車庫 占用到我私有的土地 另外還有呢 還在那裡擺攤 而且呢 長期占用 報告法班 我要跟他要地租 因為呢 我法律上只說我要供給這個社區通行 這個法令並沒有說 個人私人去可以去蓋違建使用 去蓋車庫使用 去擺攤等等使用 所以我要跟他要求不當得利 相當於租金的不當什麼得利 各位 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哦 各位 因為這一種路 尤其是私社路 他的所有權還在私人名下 那麼他受到法令的限制 是供給社區通行 但是不供給個人 可以沒有任何法律預計 沒有去跟他租 就可以把人家佔為私用 作為車庫 違建 攤位這個使用 所以這個地方的時候 確實會構成不當得利 所以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要請各位呢 注意這種情形 那各位呢 我們法律上 法院常常就講說 當初呢 是 土地是他的 給供給他使用 那麼現在呢 他已經轉到不同的所有權人 所以當初是借貸 這裡是買賣借貸 買賣可以破借貸 買賣不破租刃 但買賣可以破借貸 所以他說 已經過給他使用了 所以這所有權是新的 所以新的人呢 可以不供給他通行 哇 我告訴你這就是法官呢 只有民法司法的概念 沒有行政法的概念 所以這個地方 念書呢 要念在民法跟行政法的交界領域 我們現在不缺專家 但是缺專家以上的 比較能夠通財的部分 所以在做決策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一個問題存在 就是 對於事物的了解呢 大家都本位主義 就是以他講的算 所以各位呢 這個地方 私有的土地呢 要依照建築法公通行 但是沒有提供給私人 去使用的這個義務 在這種私設的道路 那各位 這個社區呢 已經40年50年了 這個私設的社區道路 會不會變成繼承道路啊 各位 我們知道 計畫道路可以指定建築線 如果被政府認定是繼承道路 那也可以指定建築線 那麼各位 在整塊基地裡面的私設道路 整塊基地裡面的私設路 那他還可能是公私人的 對 那這樣子的話 但是這個社區呢 已經560年 那這樣的社區的私設路呢 會不會因為20年以上 公不特定公眾通行 而且沒有受過大家的阻撓 而可以把它認定是繼承道路 然後呢 讓面直接面臨私設路的人 去蓋房子 這個答案是不行的 為什麼 因為他是整個社區 或是整個建築基地的一部分 他是屬於法律上 供給這整棟社區 整張建造 留社出來供道路使用的 他是供特定人在使用 縱使這個社區 跟外界有相通 他也不可以認定為 不特定公眾使用 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這個社區 已經是六七十年的社區 現在呢 社區要都更 那麼留社 持有這私人土地的部分 將來變成都市更新 在這裡要換成幾棟大樓出來 這一個私人的土地 他還是可以去參加 都市更新 列為整個基地的一部分 他可以分到很多房子 因為我們臺北的舊社區 現在已經都有這個七八十年的這個問題 他在都更的時候 他可以去全力變換為房屋回來 但是各位呢 如果我們把它認定為 繼承道路 公不特定公眾使用的時候 各位對不起 這是道路 你不能記錄你的基地面積 你不能夠去換房子回來 這對私人的這個財產 無疑是一種重大的剝奪 所以這不可以的 所以各位呢 這個不太 社區裡面的私社道路 不可能被認定為繼承道路 所以這個東西是一種誤會 所以各位私社道路呢 不可以被認定為繼承道路 他還是屬於私人的一個所有權 所以各位呢 這個我們要特別特別注意到 私社路的地方呢 他有非常多的糾紛 那各位呢 你買了私社路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 就是要供 因為你本來這私社路 就要供給社區的人使用 那麼各位呢 我們就發生過這樣的情形 他們家就給人家外推 然後呢 佔用了這私社路 結果被私社路的所有權人告 那私社路的所有權人 告他說要把他家 一到五樓全部佔用的地方要敲掉 哇他想說我敲掉要花這麼多錢 那他就講說 不然的話我告你 你要把這個拆掉 你如果不拆掉我就什麼 告法院就叫你拆掉 你還是要拆啊 那如果你不拆 那有一個辦法 你把我整條私社路都買回去 結果我們這個當事人就沒辦法了 他就把他整條 像說這個假 就把這個椅的整條私社路 就買下來了 各位他買下來的話 花了大概兩三百萬 他去買一個陸地 要買一個土地 要給別人使用 而且是私社路 他越想越不甘心 所以各位呢 他開始到鄰居 因為鄰居都有在這個地方違建 都有在這個地方 設停車場停車 他就在路上一直裝camera 一直拍 所以各位呢 他一個人就把整條路 三四十戶全部都告 那各位他告一告 就是要告這些人出來幹嘛 他收錢呢 彌補他花了兩三百萬被告的部分 所以各位呢 一個不守法 他所付出的代價是這麼的大 所以各位這個私社路 是非常有趣的一個部分 千萬不要以為他呢 就是路 各位路有好幾種 千萬要搞清楚它是什麼 不然的話呢 我們你所獲得的法律上的效果 就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先把私社路的基本問題 講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